那這個地方是根據業務人員 那我們其實可以怎樣呢 把這個地方把它複製一下 比如說複製這個是業務的嘛 然後再按Enter 再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底下就把它改成快速分類加個底線 然後再增加一個叫做就是根據產業別 所以這裡的話在後面底線我習慣是這樣 加一個產業別 好 那其實很多東西一樣 不需要全改 你會發現刪除也不一樣 完全一樣不用改 複製也不一樣 完全一樣不需要改 移除重複要不要改 要改 游標應該是第四對不對 所以是把它改成第一 第一萬也可以啦 不過我印象中好像 游標放哪裡 都沒關係 因為 它好像不是根據你油要放哪裡去移除重複 而是根據什麼 根據底下這個 所以印象中好像這一行 沒有影響的樣子 所以這部分各位可以試一下 主要根據哪裡呢 根據 3怎麼樣 改成4不就好了對不對 我剛講過嘛 它其實 這個參數是根據第幾欄去做移除重複 所以呢 你把移除重複之後的話就會根據產業別對不對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根據這個地方就要改 應該是D1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 那如果說你今天 你用D1如果覺得不OK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因為全部都要改成4的話 數字的話 你可以把這邊有沒有 改成什麼呢 改成sale 我講過 其實range跟sale 相通的 差別就在哪裡呢 差別就是說呢 sales比較適合用數字 range比較適合用文字 有沒有 range不是D1的話 它是一個文字哦 然後呢 這個D1的話就是叫什麼 4 瓜糊 有沒有 sales 等於D1的就是4 1的話就是D1 所以這個等於是剛剛range D1